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呢 理论上 我昨天也说过 我说这个盘 你说今天应该不会说什么很大的激情 但是呢 今天一早竟然还跌100点 这个很厉害 最低跌了106点 为什么 杀金龙谷 早盘都在杀金龙谷 有没有 都在杀金龙谷 金龙谷今年的配息可能不好 什么玉山金有的没有的 所以为什么我常讲真的 不要听很多似是而非的言论 我想股市里面 或者说社会上 常常都会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言论 去年 不是 前年 富邦金涨到八十几 对不对七八十块 国泰金呢 对不对 涨到呢六十几块的时候 很多那个网路的节目 很多做什么财经的节目 我跟你讲 存骨族 找那些存骨存很久的人 就跟各位很多小白分享 我存骨存了国泰金 存了什么玉山金 存了什么赵峰金 存了好久好久 我现在每年可以领多少多少的利息 也建议大家去做存骨 那时候也很多人 也很多人在问 记得前年 也很多人在问我 尤其在Linda News的节目你问我 老师对不对 国泰金可不可以存骨啊 我那时候就只回一句话 我说没有人在一万八千点存骨的 对不对 我这个观念对不对 没有人在一万八千点存骨的 一万八千点是台北股市的 几百年的高点嘛 有台北股市以来 一万八千点是历史的高点 你在历史高点买什么 做什么存骨的动作呢 对不对 那些人就是他们存了好几十年 真的持之以恒 当然我们也很佩服 可以放那么久 对不对 有买高 有买低 有买高 有买低 OK的 人家是放了十年 二十年 对不对 甚至很久很久 才可以享受到这种比较平均的嘛 你说国泰金 讲南京国泰金有一千多块过啊 你知道吗 国泰金最高是一千九百七十五块啊 国泰金的历史高点是一千九百七十五块 老师真的喔 没看错 废话当然没看错 这不会骗人嘛 我记得我刚出社会的时候 就碰到一个年轻人 那时候台北股市是一万点 后来崩下来了 跟他年轻人聊天 我们那时候都是年轻人 他就说 对啊 他妈妈那时候就是因为要装潢房子 把国泰金卖掉了 卖到九百多块 好爽喔 真的耶 那就卖到九百多块 真的蛮爽的耶 后来国泰金最低跌到二十几块 对不对 最低有跌到二十几块 所以 真的啦 就是很多是是而非的言论 存股 不要在一万八千点存股好不好 你说这边跌破十年线 前阵子我跟你讲 国泰金你可以买了 你要存股可以了 这边是OK的 你把这个长线的位阶打出来看嘛 现在的国泰金 对不对 三十几块 真的就便宜啦 甚至你说 蔡宏图 他也要增资自己去买自己的股票嘛 对不对 那去年因为那个 产险的一个防疫险的利空 或者说 美债下跌的利空 你说你买在三十几块国泰金 你要存股 我认同 OK的 但是你也不要说 为了赚股息啦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在股票市场 我们讲很白的 他就是以价差为主 在股票市场 真的是以价差为主啦 对不对 最好是你买到一档 长期低档的股票 他未来的爆发力很强 你有机会赚个一倍 两倍 三倍 四倍 甚至十倍 未来的大标股 对不对 这样子你会变成欧亚郎嘛 有钱人 Richman嘛 你要安稳 可以啊 你就是等 对不对 前年六十几块你不要买 我叫你不要买 不要存股 但是今年三十几块你可以买 你本来可以买一张 现在可以买两张 对不对 你现在可以买两张啦 不是很好嘛 所以 真的啦 这题外话啦 就是因为金融股今天找盘杀嘛 杀一杀 还有台积电嘛 因为台积电昨天已经拉了那么 拉了十块钱嘛 台积电昨天拉十几块 是不是 对不对 昨天拉了太多了一点 昨天台积电拉了太多了一点 今天像这个小亮说的整理 OK啦 但是你要看 你看这个筹码面 这个大盘筹码面 其实真的还是很干净的 你看昨天涨100点 融资只增加1.58亿 这个融资只增加1.58亿 代表什么 代表其实现在很多人不敢玩 很多人被巴到怕了 对不对 我想这一个月 你看横盘的整理 根本上下200点的空间嘛 你那些卖指标的 卖软体的那些老师 每天股票都不一样耶 有没有 每天都是强势股 每天都大赚耶 每天都不一样耶 为什么 因为他每次都追在高点 然后跌下来就认赔嘛 他当然每天股票不一样嘛 你看我股票有在变吗 除非我真的卖掉或怎么样嘛 对不对 他们每天股票不一样的耶 每天可以追来追去 明天不对就杀 或者后天不对就杀 再去追强的 反正就是为了做生意嘛 会员输光了 你知道的事情啊 指标永远不会错啦 软体不会错 都不会错 因为你涨停板的指标就翻多嘛 跌停板指标就翻空嘛 指标都不会错啦 怎么可能会错 错是你们嘛 你们不会用啊 你的老师也不会用 你的老师连股票做什么的都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涨多了 还是在低档 还是未来有肉 是做什么的 还有什么特殊的利基 是什么人在做 你以为股票这么简单吗 做一档股票不简单啊 对不对 真的不简单 除非你买鸿海 你买台积电 对不对 你买富邦金 国贷金 那你说你低档买了你报纸可以啊 对不对 但是你说买那个公开派店是不会厚压啦 是不会说变成rich man嘛 对不对 台积电你说2330台积电啊 就算你买在370啦 它会涨到740吗 会涨到740吗 应该可能要很久很久以后啦 我认为应该有机会啦 你说台积电会不会过688 我认为应该会有那么一天啊 会有那么一天啊 那当然也是要世界很和平的时候嘛 对不对 可能拜登啊 美国那些政客 对不对 不要再乱搞嘛 你说美中的关系 说实在的 看现在真的是不太好 对不对 拜登也是很阴嘛 然后那个共和党每个也是这样子 都是要为了讨好选民嘛 都为了选票嘛 你说真的美国有底气去跟 现在有底气去跟中国这样硬碰硬吗 好像也没有啊 毕竟持有美债最多的是中国吧 还有日本嘛 对不对 这两个国家持有美债最多嘛 所以你最近会看到说 为什么美债的殖利率倒挂 美债的价格是下跌的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在卖美债嘛 虽然我是读工科的啦 但是有很多东西我至少也要涉略一点 对不对 所以你说美国那些政客真的 有时候我们看了也是很讨厌 对吧 那你就俄乌 说真的俄国是该死 普丁是该死 俄罗斯不一定 俄罗斯人其实很多也都很好 对普丁是真的该死 但是你总是要让他们有一个和谈的机会 对吧 你这样打下去也不是办法 美国就是为了他的利益嘛 对不对 当然大国啦 大国之间的利益 我们没办法去 我们小老百姓就只能观望嘛 对不对 我们只希望世界和平 这些政客不要再吵吵闹闹 对吧 就像美国一直说台积电很危险 台湾很危险 对不对 要我们的小孩子多当兵怎么样 说实在的啦 讲难听一点 你真的 什么兵棋推演 我们当过兵的都知道啦 尤其我当兵的时候 是在比较高阶的单位啦 我讲难听一点啦 兵棋推演 是真的完全 打仗都叫兵棋推演 这样推演 怎么可能 对不对 就像说普丁那时候他觉得说 乌克兰三天我就攻下来了 达到现在一年多他也攻不下来 对不对 这东西 你自己的装备 你的士气 你天气 然后很多很多种因素 没有那么简单 我拿个兵棋 对不对 拿个超级电脑兵棋推演一下 我中共要死多少人 我们要死多少人 中共会撤退 是吗 你认为呢 对不对 不可能 所以我是觉得啦 真的不要打仗 也不要乱闹了 那些美 真的拜登也 赶快落选 共和党也派出一个比较 对不对 真的 也是要照顾 照顾民生的人 照顾世界 对不对 苦难的百姓的人 对不对 中国大陆 说实在的啦 讲难听一点啦 你说习近平 有没有在做事 有啦 他也是解封之后 你看大陆的股市 最近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低档起来的 他是在拼经济 真的 老百姓要的是经济 老百姓要的不是你们政客在那边 对不对 乱搞 胡搞瞎搞 你说 好 今天就有人 有人跟我讲 老师 我们看 道琼 好像是个头部 对不对 好像不行 你看废瓣好像也不太行 好像是个头部 头部你怎么看啊 对不对 这是M头 对 这是M头 看一下 这也是M头 看一下道琼 道琼这个头比较大 这个头比较大 对不对 道琼这个头很大 头大大 头又大 叫做Toyota 所以你看 看形态的 看基础面 都是看图说故事 但是如果以我来看 道琼这次的下跌 最近的下跌 他是先谈的 道琼是美股里面谈最多的 先谈的 对不对 最近就比较弱 最近的下跌 有没有 他也来到这年线 这条红色的是年线 240M 红色的年线 他来到年线 他昨天是有收缴 我们把这个看 他昨天是有收缴 最近是有收缴 如果说明后天开始 一个反弹上尾 至少也会有一个反弹 除非你告诉我那些 什么废的官员又在乱搞 应该放话归放话 我觉得那些人他们 就是做做样子 对不对 你说看到失业率好像很 还很低 就业数据强劲 你说想想你觉得说 这些废的官员 书读的那么多 都是睁眼说瞎话 你没看到很多高科技公司 大公司在裁员的吗 对不对 你还说经济 就业数据强劲 睁眼说瞎话 就像我们台湾很多 很多什么主技处 那些什么CPI 有的没有的 那些都是骗人的 对不对 明明就很多人都涨翻天了 什么CPI才多少 所以看看就好 股市也是一样 股市最重要的是什么 产业的未来 会不会成长 对不对 这个产业会不会成长 那这家公司 有没有能力吃到这些担子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就像说233年的台积电 当然金元代工 你说5奈米以下 要找谁 TSMC 今天早上非凡才来采访我 对啦 真的要问台积电 要问半导体 是要问我 对不对 真的嘛 他本来预估 第一季就是不太好 当然有些什么外资又说 第一季衰退17% 有的没有的 人家台积电自己就说 衰退14% 那你外资又要在那边乱搞 对不对 就是 大家就很容易被这些外资所掌控 甚至我今天还念他们记者 我说 就像昨天嘛 昨天非凡找盘的新闻 还把花旗 哪一个分析师吧 我也不知道 就是说什么 半导体应该还要再跌30% 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新闻 甚至昨天早上的经济日报 也是说什么台积电不好吧 结果昨天台积电涨了 涨了快20块 拉了快20块 504拉到522 拉了18块 你如果早上8点多你看到那个新闻 你又吓到了 又把股票卖低了 我今天早上还念一下他们的记者 我说你们真的影响力很大 没办法 就是记者他们都比较不懂 反正有什么新闻 什么劲爆的新闻 有什么劲爆的新闻 会引起人家注意的 对不对 他们就会播 就像说前阵子 2646都已经长成这样了 还每个都在报新雨航空 对不对 2月20号的时候你还记得吧 那个礼拜 每个都在讲新雨航空 结果现在要什么自救会 就跟去年的前年的航运股 前年的面板股一样 对不对 都已经长到几百年的新高了 然后每天从早 从早到晚都蓬双浪 对不对 从早到晚都什么 那个谁 一张不卖奇迹自来 那个谁 忘记了 我真的忘记了 炎什么 炎董 另外一家的 对不对 真的 真的 那时候我天天在骂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我那时候天天在我的节目 我说你们去买 买到输一间房子 对不对 所以啊 真的啦 现在是反弹 反弹但是你说能谈到多少 我只能很老实的告诉你 很多东西它就是怎么讲 不要去贪值利率 除非说它永远都赚 永远都可以赚这么多钱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比如说2317的鸿海 为什么我会说2317鸿海 100块很便宜 因为毕竟你以长线来看 其实都很稳定嘛 对不对 除了106年比较不好 其实这几年来 几乎每年都配4块5块 算是很稳定的 所以你说 100块殖利率是真的 还算可以接受 4%多5%嘛 对不对 那你说 去年这么不好 红海的营收还是给你成长 去年这么不好 红海的年营收还给你成长 这就值得鼓励了 值得骄傲了 对不对 那在接下来它要做 要拓展新的业务 要做电动车 甚至苹果我认为 苹果应该 Apple Car应该也快出来了 它应该撑不了多久 你看苹果的股价最近就不太好 对不对 因为没有新的东西 虽然它是一个 在手机市场 在很多的地方 它有领先的地位 但是 你没有新的刺激 它本益比本来就高 苹果的本益比本来就不低 对不对 你要苹果的股价在涨 就是要Apple Car 当然库克它没有贾伯斯厉害 我觉得库克大概就是一个守城的人 贾伯斯是比较有创型 对不对 你说鸿海就是很稳定 至少每年可以给你配个四块五块 对不对 再烂再烂 不好的时候它还是能维持一个很稳定的营收 很稳定的配股 那你说一百块 像这种 你买一百块你就不用怕 哪一天真的电动车坐起来飞起来 你当然就赚到了 你除了赚到股息 对不对 那你又赚到了价差 但是你说像这种 对不对 突然因为疫情起来的 十几 十几二十块涨到两百多块 那一年配多少 那一年我记得配多少 配了十几块 那一年配了十几块 有没有 一百零九年配了十二块 配了十二块 那时候很多人还跟你讲 买恒大 买一百块的恒大 你还记得去年我还在骂 对不对 去年还是前年骂 我还骂 为什么 他不可能每年赚十几二十块 做口罩的 口罩很难做 对不对 不可能 你看 你在买一百块 为了配息买一百块 现在恒大多少 二十三块 现在没人讲了 所以做股票是一个观念 我常讲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观念很重要 不要错把逢金当马了 对不对 这个盘 它就是等待一个讯号 等待一个讯号 当然 我们不是大人 我不是年准会的大人 说三月升行一马 对不对 那可能美股就大涨 大家就喷上去 我们不是大人 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些蛛丝马迹 比如说你看 你看IC设计 对不对 创意嘎的那么凶 对不对 你看龙圈都 慢慢的都死光了 龙圈慢慢的都死光了 本来从一千五百多张 现在变了一千两百多张 但是你看它还是没死啊 没办法 你筹码面就是这样告诉你 产业面它当然很好 所以为什么四百多块我要带会员买创意 我要在东升推荐 但是你说涨到这边我真的不敢买 因为这就是在嘎空 你的老师为了做生意去买一千块的 你就跟着他去买 对不对 你要买在那么高 你自己去忍受吧 是不是 就让创意上来 当然世新也跟着涨 对不对 但是世新是蛮好玩的 昨天龙圈还增加 那龙资减少 这就开始又要筹码了 因为这些本益比都不低了 对不对 艾普位阶比较低 位阶比较低 这个也都是有希望 威胜比较便宜 威胜 威胜昨天龙圈也增加 昨天龙圈是小减 但是最近 圈子比有拉起来 对不对 它也没死 而且它是便宜 它有大陆的车用 所以美党不一样 那你说联发科 当然股价是平 本益比低 但是联发科上去 它还是会有面临一些挑战 高通跟联发科的竞争 这两强做的东西都差不多 对不对 那再来 当然最近联发科 有NVIDIA的一个合作 NVIDIA有跟联发科合作 联发科又有做什么 卫星通讯的晶片 蔡明介本身就不错 但是你说联发科 要再继续谈上去 还是要看筹码面 跟它库存的状况 那 我会比较prefer在瑞玉 对不对 或者你说群联 这些算是 也是很好的一方的霸主 就像说你说创意 当然 我这边怎么敢买 我一定带我会员 买创意第二 在这边的创意 因为现在不好 现在没有很好 但是未来这个产业是大成长 就像说我今天早上看的 有一篇报导在介绍Mobileye Intel它买了一家公司 以色列的公司 叫做Mobileye 就是做自驾系统 其实做自驾系统的很多家公司 全世界太多太多 但是这家Mobileye它做得不错 大概全球很多的新的车厂 都会用它的产品 连大陆的很多车厂都用它的 它预估就是到了2030年 它的成长可能还有十倍以上 对不对 所以你说 真的 你就是要去发觉说 能做未来有机会的 股价还不便宜 还很便宜的 还在低档 还没有人在讲 你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要做的 我要找的是这些公司 你现在你要去买创育 我只能 对不对 祝你好运 你不要追高杀低 因为很多老师都这样 都买在上面 然后最近震荡一下 股票又停损了 你和老师买软体的 是不是这样 我问你 对不对 不要说我不知道 我都知道 乖乖的 你说像广语也便宜 对不对 富顶也不贵 真的很便宜 现在就鸿海被押 为什么鸿海被押 其实我今天早上 看了这篇报道 我自己也在想 为什么鸿海最近被押 因为 就跟台积电一样 现在其实很多的 怎么讲 很多的外资还是怕台湾 怕台湾会发生战争 所以你看刘洋伟 为什么跑去印度 这篇报道 前脚仿郑州 后脚探印度 刘洋伟透露什么讯息 你看他真的很认真 郭代明找他是找对的 因为郭代明老了 对不对 你要叫他这样跑来跑去 累死了 你看跑到大陆 又跑到印度 又跑到美国 接下来又跑去美国 对吧 那当然 很多外资一定会说 对不对 你在大陆会不会有风险 甚至什么力讯会抢单 对不对 所以其实外资就是这样 因为他们资金部位大 他们每家公司 有每家公司的政策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台积电为什么 要从400多500 跌到370 因为大家就怕战争 不是台积电不好 是因为很多外商会怕 台湾会发生战争 但是说实在 我们自己在台湾 我们认为说 应该不会战争 对不对 真的打仗了也没办法 我们小老百姓跑也跑不掉 你要跑去哪里 跑去美国有比较好吗 好像也没有 你去新加坡 好像什么东西也都贵 对不对 要跑去什么纽西兰澳洲 对不对 那边无聊死了 那边好像也很无聊 对不对 还是台湾最好 我们台湾人 我是觉得还是台湾最好 是不是这样讲 所以还是会有人会说 有些外资会认为说 这鸿海还是会有一些政治的风险 但是他这样做 其实他都已经在分散风险 而且他去印度要做什么 电动车 半导体 所以你说鸿海企图性大不大 所以你说广雨有没有机会 甚至你说富鼎有没有机会 其实现在很多的台湾的公司 也都被要求 到泰国到马来西亚去设厂 很多外商的客户都会要求他们 因为就是要分散政治风险 这没办法 但是如果当这些外资回头又发现 台湾好像没那么可怕 他们又要买在高点 就像昨天联发科一样 对不对 昨天联发科就是这样 是不是 有时候我常就跟各位报告 真的外资不是神 外资就是钱多而已 对不对 你卖在这边卖一头拉股 卖这边卖一头拉股 每天都卖几千张 卖得好爽 对不对 联发科不用钱 这边六百多都卖了 每天都卖几千张 三千多张 几千张 四千张这样卖 为什么这边都要去追回来 对不对 昨天还追了两千多张 外资就是这样 这是他们每家公司的政策 没办法 但是你只要知道 一家公司的本质 一家公司的未来 当它利空的时候 别人不敢买的时候 对不对 低档的时候你去买 你绝对会赢 今天节目 讲了太多无聊的东西 因为盘也是有点无聊 我只希望你不要追高杀率 好不好 有任何持股问题也欢迎来电 那当然 也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行列 一起来逢低布局 祝各位超好顺利 明天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